之前有做得很驚嘴 要給我... 要給我... 對 先說像說了一個種子選手 雄仔為他遺憾推掉 來自人有功練的雄仔 因為阿芳姐依據那個胖子 知名度大看 嘿嘿 其實在其他界 早就有受肯定 之前有做得很驚嘴 要給我... 對 這是真的 那時候是有慎重考慮 然後也有跟導演組見面這樣 跟他們那個就是相談盛歡這樣 然後後來但是 因為他們的錄影時間是很密集 他們是在六月的時候 要把很多東西全部錄完 加上那時候六月二十三號 我在金曲獎很有表演 對 然後剛好都跟他們時間打到這樣 所以就很遺憾啊 對啊 很可惜 而且之後下一季的話 你會再講 如果我那時候沒有在做 什麼重要的項目的話 我其實蠻想要把他當我一個 重要的項目來做 那對於金曲獎 男生少敗不復活 第四對手有點Over 你怎麼看 如果就是 如果這是一個比賽的話 有一些人就是 可能就是想贏啊 然後就是做一個 他覺得會活下來的動作這樣 如果真的要因為女生 然後而放水的話 那幹嘛不一開始就分成男生組女生組 那那你有曾經把人 背後到哭過或是主張嗎 我是沒有啦 假如你是中文新說唱的評審的話 你會注重哪一個是 其實我會覺得 我想要看 這樣講到我是評審一樣 那下次如果就是 要把你的故事叫 女生就幫你參加 可以啊 好 得離聰明